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帮我摆在你的恢复里面 不是我们比别人好 不是我们比别人高 实在是你怜悯了我们 接着服务一下我们的启示 从历史来看你的恢复 主 今天我们站在别人的建筑上 主 我们相信我们是跑在最后的阶段 能够迎接你的再来 主 谢谢你 不断地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启示 谢谢你早上与我们同在 向我们说话 我们把荣耀归给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妹 我们今天很喜乐来到建兴区聚会 你知道我稍微讲点故事 建兴区原来是在箭头路会所聚会 但是那栋楼只有我们聚会 没有人在使用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那边有人把它买起来了 要准备做纳葡萄 我们的房东被逼的 哇 这很苦恼 那我们也知道那里 主要我们离开那里了 我们就找找找找找找找了好多 才找到这里 那个仲介把田柬面打开 那个里面有光从天上来 就是那个天井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了 这个开价是一千一百万 他突然的我们没有准备钱 怎么办 感谢主借着身体的力量 有个台北的弟兄 他就帮我们先买起来 我们一样 照给他一个月三万块的租金 这个建兴区是一个月三万块租的 九十坪 这里是两百八十五坪 也是三万块 来租给我们 但是我们跟他说 三年后我们跟他买上来 把他买回来 叫我们有预便 但是这个弟兄先奉献一百万给我们 等于是三年的租金 他先付了 感谢主 过了三年 主就把这个会少 这个就完全就买回来过户 感谢主 这样实在是身体 弟兄彼此相爱 感谢主 那我们分着 这个是聚会区 那边是生活区 这个聚会区有八十坪 完全没有柱子 稍微几亿可以做到四百多年 这是一个很好聚会相调的地方 中共人追求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用这里来 所以中共人追求的 他们对这里并不陌生 我们今天又回到这边 感谢主 我们非常谢谢 先兴区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服侍我们 那我们下个月的几条是10月25号 我们还没有办法回到新圣街会所 因为后面那个厕所是五十几年前盖的 有些设备需要更新 它那个整个挖开了 还要重新做 再加上可见10月25号是来不及的 所以10月25号 我们在朝公路会所 10月25号 我们长青的几条 在朝公路会所 朝公路会所 坐火车可以到 坐接应可以到 感谢主 那我们10月份共同的追求是 第十二篇 第十二篇 以过五十年 我们从族所得的启示 感谢主 欢迎我们大家一同来进入 周周周三来兴祭 每个周三 我们在各大区 有长青日 长青的聚集 那每个月 我们就一同的几条 感谢主 好 那请那个 王老弟要来报告一下 等一下我们变当者的聚集